接着我们介绍电负度的应用 第一个应用是预测化学键的性质 我们这边说明一下 往右边两个原子之间电负度的差值比较大 我们写Δ1n电负度的差值 贵价规定这个差值在0.4的时候 还有1.9的时候 化学键的形式不一样 电负度的差值如果在0.4以下 比如说氢气 就是氢分子 两个键结原子一样 所以电负度是0 因为氢是2.1 2.1-2.1是0 我们这样表示 两个原子对共用电子的吸引力相等 这个我们叫非极性共架键 这个极性就代表电负分离 后面的章节我们会介绍 那如果电负度的差值在0.4到1.9之间 比如说氢化氢分子 氢电负度3.0 氢是2.1 这样减掉 这个差值是0.9 氢原子对共电子吸引力比较强 所以这边产生部分的负电贺 这氢原子 请问你这边 因为电子被吸走了 所以就变成部分的正电贺 所以电贺分离 这种我们叫做极性共架键 而这个极性通常会造成一些特殊性质 像熔点废点会比较高 那如果电负度相差1.9以上的话 比如说氢化氢 电负度的差值 氢3.0 氢是0.9 将相减是2.1 这个就会造成氢原子的电子 全部转移给氢原子 我们这样表示 所以氢就变成正1 氢变成负1 氢变成负1 所以两个原子之间 靠着扩轮静电力吸引 这种化学键我们就叫做离子键 这里画一下我们刚刚讲过了 如果电负度差大于1.9的时候 会形成离子键 0.4到1.9会形成极性的共架键 小于0.4非极性共架键 继续